清秀妹久別重逢 從兒時分離至今 時隔三十年 尋親十年的林小姐難言激動 很緊張也忐忑 只是也是很開心就是 竟然有辦法聯絡到他們這樣 然後剛剛也知道哥哥也有找過 林小姐一歲大時 因家庭因素被送到高雄領養 二十歲開始踏上尋親路 她曾請高雄護鎮事務所幫忙協巡 但一無所獲 近日透過台中一名退休的偵察隊 小隊長以及竹山護鎮事務所的牽線 終於聯絡上 在彰化二水從事工程的親大哥 長大之後才 養父才跟我講後續的事情 跟一些當初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資料我才知道 然後這中間也是有嘗試去找他們 只是都沒有下輪 哥哥接到通知 馬上放下手頭工作 與妹妹團圓相聚 他總會突然打給我 還是竹山的 然後就說有妹妹 老嬰兒啊 然後就帶著到處跑啊 愛吃 小時候很會吃 巧合的是 林小姐的大哥 在兩人見面的前一晚 做了一個夢 就是找到妹妹 結果一醒來 就接到護鎮事務所通知 巡人超級任務 兩人在失散多年後相認 彼此交換的聯絡方式 也打算再找機會 與生母相認 三天秀吳輝 南童